第一个 它预设其实是两重逻辑 True跟Force 那如果你一重逻辑 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不要 如果这个不要的话就一重逻辑 一重逻辑的话 当然他没有他就要Force 其他就Force OK 那另外就是如果有的话 就是两重逻辑 像刚刚如果还多一个 那底下如果有Force的话 那就是变成两重逻辑 那再来就是底下ABCD的话 就是多重逻辑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们一般在处理那个逻辑部分的话 不外乎就这几种 所以大概说明一下 那比较困难的部分 像这个TrueForce 我想应该比较简单一些一些 那 比较困难的应该是这么多 一幅里面 那我的做法这样 当然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插入函数的时候 你第一个当然用逻辑里面一幅 那当然一个格子里面 只有True跟Force 所以你可以先做 由上到下 所以第一个当然你可以 这个成绩如果 大于等于八十 大于等于八十 再来的话 那就是 我们这个地方大于 等于特别重要 那个顺序之内有同学问说 我能不能把等于打在前面 当然不行 这规则 有同学说 老师可为什么不能等于大于 结果 当然我们想法是 是对的 可是问题 这个规则不是我定的 我们是要学会那个规则 你要把这个规则 一定最大于等于要把它放在上面 前面 然后这边就 反思剩下来的话 又不要放这边 记者就 这边点一下 他就会自动帮你把衣服再加到这个后面 所以你会发现自动加进来 那它的好处就是说你只要熟悉这个规则的话 一直往下打 其实还蛮顺的 而且很 应该做错的几率还蛮低的 就是你如果有很多重逻辑的话 你就一直往下 A B C 再来C的话 带等于60 剩下来的就是D 所以你可以怎么再把D打上去 那你会发现 他一看他自动会帮你加前后双引号 当理论上前后双引号自己要打 不过因为衣服蛮贴心自动帮你加 那当然你可以省略这个动作 按确定 向下填满的话就OK了 那这两个都是用那个衣服的函数做出来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转换成VBA的话 该怎么做 前面我们讲过VBA嘛 那VBA里面不外乎就是 按下按钮 他自动帮我把它输出到这边 或者是说插入函数会多一个自定函数 OK那当然我先Demo要做完结果给大家看 第一个当然按下他 自动合格不合格 一个清除嘛 这个前面讲过 那多重就是ABCD再一个清除 所以其实重点是 在回圈里面再加逻辑判断 工作里面蛮多的都会用到 然后再来就是说 制定假设你不要按钮 你可以插入函数 这边会有一个使用者定义的 那也许我多了两个 一个是成绩函数 合格不合格 一个是多重 那所以成绩函数的话 他第一个会跟你要一个成绩 因为他是一个互动的 所以我给他一个成绩 他会返还给我就是 这个成绩合格还是不合格 合格 所以你向下填满 有没有 那这样子 当然好处是你就是 根本不用去想复杂的公司 反正你只要给对的成绩就OK了 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什么 多重 所以会有个成绩多重函数 这个也是制定的 所以会跑在使用者定义里面 那平均成绩 有没有 他反完而已 所以你把他向下填满了 他也会自动 帮你把结果给做出来 会跟这边是一样的 但是相较于旁边的公司好了 这个就会比较简单了 因为你只要什么 给他成绩就好了 其他都不用做 OK 所以以后当然你工作里面 因为有这么复杂的公司的话 最好就把它转成这样吧 那只是说要怎么样把这两个 给做出来 都是VBA OK我前面讲过 所以第一种是SUB 第二种这个叫Function 所以我们分别把这两个分别把它完成 前面其实有做过 反正一直到最后还都是这些 只是说希望把 你们可以把这些用在你工作上面 反正那至于你喜欢用哪一种 这都看你习惯 看你哪一个方法比较顺手 就用哪一种方法 因为这东西就是提高你工作效率 反正哪一种都好了 至少比你刚刚写一堆工资来的好很多 好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从SUB开始 那SUB的话 其实呢 他的程式 第一个也是范围 For I 等于第二 第二个列到第七列 所以呢我们一样要给他一个回圈 然后呢 撰写的方式就是第I列 有没有 I2到7嘛 然后呢 等哪一栏 H栏 所以输出的东西写在前面 所以这个可能要慢慢要 很习惯 直接的把它写出来 然后 很直觉写出来以后你真的复杂逻辑 就这样就可以把问题给解决掉 所以要慢慢能够 养成这样的 这个这个这个 写作的能力 那我们怎么做呢 一一样先切到VideoBasic 不过我前面讲过了 开发人员自己把它叫出来 应该都还记得了 OK 所以这不用再赘述了 第二个的话找到VideoBasic 所以点开VideoBasic 再来的话把这个Video稍微缩小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可以这样移动看一下 怎么写 再来的话呢 里面我讲过 有没有 可以把它往下拉 模处部分有没有 那我这边已经写好 所以我把它移除掉了 所以 你们如果打开VideoBasic 第一件事就是 按右键 插入模组 所以请各位就是在模组里面撰写 当然之前有同学问说老师不会在别地方写 其实也可以 但是太麻烦了 你们暂时先不要知道没关系 反正你就记 猜模组写就好了 没有 这样就单纯了嘛 虽然其他地方也可以 但是有很多很多的 其他要 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倒不如简单就是插入模组就对了 简单 OK 再来的话怎么样 因为你要产生一个按理叫成绩 所以呢 我们就这样插入一个程序 Sup 名称也叫成绩 这样比较简单 尤其是像我自己慢慢写 就是写程式后来发现 真的不要把它弄很复杂 不然自己最后都根本记不起来 也许你瞬 暂时那个时间点OK记得起来 那一段时间你都忘记了 所以我尽量用那种最简单的方法 要不然就是你即便写过了 还是要把它记下来 像我习惯放云端 为什么因为云端反正手机打开 或者电脑打开 都可以 看得到我这些弄东西 不然的话很快就忘记了 而且现在 年纪越大越容易有翻那个毛 前一秒钟才想到什么事 后一秒钟 刚刚想什么事情 对 对就都不记得了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那个重金属吃太多 还是怎么样 我现在很多东西吃都不知道 所以还是要把它记下来 不然的话很快你又忘记了 尤其像这种东西 程式 我发现要记的东西 特别多 所以一定要越简单越好 OK 按确定 好 这样就OK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把那个回言写出来 所以前面讲过的东西 所以你要写 把它for i 有没有 等于第几列 第二列 到第七列 Enter 你再打个nets 可以范围先确定 然后输出的话呢 输出到哪一栏 哪一列呢 在这里 h 所以如果说你可能会有两个合格 或不合格的话 那你又要记得在上面多增加一个逻辑判断 逻辑的话呢 在VBA里面一样是一幅 一幅 空一格 OK关键地方来了 一幅空一格 后面就是逻辑 再空一格就是这样 然后做什么 所以呢 逻辑就是 我的这个同一列的一栏 同一列一栏就什么叙述 同一列 Sales 同一列就同样爱列 逗点哪一栏呢 一栏里面的资料 先把它抓过来 判断一下 大于等于 60的话 后面空一格 then then的话是固定叙述 一幅 逻辑 then 中间空白 这个是 固定的规则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它的规则 你要记下来 然后呢 enter两下好了 打一个else else是反之 再enter两下打一个enter一幅 好 这样的话呢 结构先打出来 所以以后不管你做 任何的 if的逻辑叙述 他一律就长成这样子 但是这些东西的话 你可能还是要稍微记一下 要记熟 所以我刚刚讲的 第一个if 然后后面有个then 中间就是一个逻辑 那else是反之哦 ok and的if是结束 那如果说呢 底下一定有空一行 所以空一行是说 如果这个逻辑为true的时候 执行下面这一行 如果不是true的话呢 就false 执行else的下面这一行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把刚刚打的这个 把它搬加 搬到哪里 搬到这里 然后按个tape键 为什么 因为他的下一阶 如果他为true的时候 那帮我输出那个合格 那反之的话呢 在这边 delete就掉了 反之其实就这一行 把它复制过来 所以我习惯复制 复制的话 最快是knt键键按住 拖拉就可以了 这边打一个不合格 或者你用knt键C knt键V也可以啦 当然比较快的方法是这样 所以你会发现我 很快的方法 这一招可能要记一下 拖拉加什么knt键键 就是knt键C knt键V 但是其实这个动作 应该会比较快 写程式很多的 knt键键拉拉拉拉拉拉拉 然后再打打打打 改一改 很快就ok了 而且单手可以完成 为什么 因为我一只手拿麦克风 那我一只手写程式 其实写程式不是在快慢 我觉得是在 你清不清楚 如果你ok的话 第一个熟悉规则 所以规则一定要非常熟 第二个就是你要知道 逻辑要怎么跑 好那这样跑完之后的话 程式就写完了 写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执行结果会不会ok呢 合格不合格 ok了 看得懂吧 这个是重复做什么 这个是做进来的话 做逻辑判断 如果合格 就跑这个输出到这边 如果他不合格 就是没有大于等于60的话 那就是跑这边 ok 这个哀的词就是反复 反复反复 所以这个范围全部都会帮你做 这个完成 那另外还有个清除 清除的话就是可以把这个复制 那这边 砍出加按住 然后这边改成清除 清除的话 那其实清除前面有讲过 其实清除就是 没有逻辑判断 所以如果没有逻辑判断的话 刚才把这几行删掉 然后这一行也删掉好了 然后这边的话让他再 back回来一点点 其实你可以按shift加tab shift加tab就是 tab是下一阶 如果你要倒车的话 就是按shift加tab ok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叫什么 这个叫缩牌 好像这个叫凸牌 凸牌 这个跟Word、PowerPoint那个概念是一样 然后这边的话就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就把合格清掉 有没有 那意思就是说 帮我把这个范围里面的东西 全部都塞这个 没有东西 到处宣割 所以执行 清除就ok了 所以成绩 清除 ok 当然呢 其实我们前面有讲过 当然你也可以的 不一定在这边做逻辑判断 也可以动态 再把公式丢到那个 出唇歌里面 不过我觉得 这边好像没什么意义 为什么 因为你这么长一串丢进去 反而改很麻烦 第一个你要把双一号改两个 第二个要改立号 立号有这么多 倒不如你写成这样算了 ok 所以有的时候要怎么写那个程式 还是自己要斟酌一下 如果说那个 你现在是 这边比较简单 你又写这边吧 这边直接丢公式 如果这边丢公式没有太多的优势 你干脆写成 右边这方方法 ok 所以有时候是自己斟酌一下 不是说程式就死板板 一定只能写一种方法 所以你还是就是灵活的 去把它玩 所以这个完成 再来就是这个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最后的话呢 再增加两个按钮进来 按钮我想前面做过了 所以这个部分请各位自己再完成 那所以重点回顾 一 开发人员 Visual Basic 二 自行插入一个模组 ok应该没有问题 三就是插入一个程序叫成绩 然后跑回一圈 把这边叙述写一下 来后面先还给各位 自己教 所以你就在有些规则 一定要记老 而且要很熟 像回圈 跟逻辑判断 因为这些东西 等于就是VBA的一个 框架 基本框架 如果你这个基本框架没有的话 那后面就不用写了 所以 我们目前VBA里面用最多不外物就回圈 然后 加上那个 Sales物件 那今天又加上 逻辑 其实能够写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 所以后面的话 如果你能够把这些东西 灵活的加以变化 那其实就可以变出 很多很多的变化 我们下游滚 我们下游滚 或许多的变化